最喜番 愛騙人 我好愛拍片喔 真的 我愛拍但不愛出 欸這 有點 無法反駁欸 嗨各位 歡迎收看今天的VLOG 今天單元其實不是VLOG 就是今天 仔熊日的特別片 熊掌開箱子 不是你要開什麼 開我自己的內臟是不是 這支影片發說 應該仔熊日已經出了 一兩幾有了 仔熊日包括 Sky的練健康訓練 跟Katsuya的摔角訓練 在Katsuya那裡 其實我去訓練過幾次了嘛 他那邊就是 第一道館 第一道館 然後是榻榻米的 今天因為Sky要拍片的關係 所以會去他們NTW的訓練場館 然後那邊是有一個擂胎 那Sky講說我們今天去的時候要先把 擂胎架起來 就是那個繩索 我們要從架擂胎開始 所以今天 也會稍微請他 訓練一下 稍微訓練一下 今天不是那個正式訓練 今天就是 有一些動作是只有擂胎上面可以做到的 那Sky他現在也是擔任NTW的算總教練 有一些動作 看他有沒有辦法訓練一下 教我一下 在擂胎上面 才可以做的事 因為畢竟 你在榻榻米上打瘦身 跟在擂胎上打瘦身 應該感覺會很不一樣 我覺得感覺會不一樣啊 可是瘦身這個東西 其實我也只練過 真的有練 只有 一下下而已 對方果我還蠻認真在練的 鎖起來鎖起來 不是我現在要跟他說拜拜 拜拜 你不要讓他在外面淋雨 你不要讓他在外面淋雨白痴喔 我們來了再來我們要先幹嘛 我把兩條門的蒜貼 有兩條門的蒜貼 你說那個X交叉了 那要先鎖緊 所以把連帶鎖緊 好 然後拉起來之後 再把連帶鎖 再把連帶鎖 這個連帶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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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出來 這個連帶鎖出來 好 這我鎖就好了 在旁邊看 好啊 然後聽Sky8號口令 他在看說轉200圈 那如果他說字板凳 就這樣 然後放下去就要這樣 來教練試跑 輕鬆輕鬆 你看好帥喔 為什麼只是跑個繩而已可以這麼帥啊 人帥 怕什麼做帥 來 我只是練成了一個之前滾過幾次都沒辦法成功的一個動作 今天難得有這個很繩子 像是剛才教我一個 職業摔角一定會有的一個動作 看起來不怎麼樣但是很帥 那個叫跑繩嘛 我的夢 OK然後他動力的話 你也會這樣說 最常我們在講的翻譯就是說 為什麼要跑 這次是一個是增加力 利用彈繩 你可能在那邊打 打他打不到 你要利用彈繩的衝鋪力 回家之後有一個加速度就把它灌倒 加速對 加速的 或者是619 你也可以 我跟你講我昨天半夜在看一個 紫蓋以前的摔角影片 然後那個賽評就說 紫蓋是一個出名的 非常會用劍招的一個選手 為什麼跑的 正規來講的話 我們要右手在前 右手在後 因為你是 因為我講步法 所以他提供一下單子 正常一下跑當然還是有很多人 就是不一定要這個樣子 然後你要跳嗎 這個動作 兩個都很痛嗎 基本上 沒中我會覺得他臭不臭 因為他 他真的很痛 壓力好大 好 先讓他感受一下後面還有更基本 我們在跑過來的時候 我們手一定要扣好這個擂台繩這邊 單邊喔 對單邊 一單邊為主 單邊 好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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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死蓋做的就很好看 然後我們做的跟 小朋友在玩一樣 還蠻痛的 這邊的骨頭 其實是這邊 這裡 肩甲骨 然後基本上練完 基本上第一次練回去之後 其實先後也會啊 就是這邊會有兩條 第一個是頂 你會一直頂一直頂 一直撞一直撞都會撞出來 這是很正常的 你坐起來很像 彈上的阿伯在扶牆壁 卡錯位置 卡錯位置 嘿嘿 這個不想叫你下來 你自己就硬是要下來 還敢嘴我 你看起來不是差不多 對在充實 好充實 那我們把它分離成幾個動作 從一開始先從扣輪開始 然後再來從轉開始 因為它就是幾個動作合成在一起 你連在那邊 大樓 會了會了會了 不會像剛剛不知道在幹嘛了 一日速成 腳跳過去 打腳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從這地方開始 你之後就再踩回去 對啊 不要不要 這腳跨好了 不叫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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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覺得是不是 啊真的 不覺得是不是 想放棄是不是 眼神啊 跑完神了 好累 跑神真的超累的 這樣會不會背會穿透啊 所以跑神要練多久啊 就是每一次都練這樣子嗎 這樣子基本上一個多小時 就這樣一直跑一個小時 中間會拆一些別的東西 一直跑一直說 因為它要看你的景色 中間跑一跑然後 因為像你今天這樣練的是一個人可以就通 其他人就沒辦法進去 沒有什麼 很多人一騎的就沒辦法進去 那它考慮到時候每個車都告一步 一下慢慢 調整一下 所以我運氣好馬上就可以跑了 對啊 今天 還蠻早的耶 難得一點 在外出的工作就差不多了 今天是第一次去 擂台上面跑神 之前上擂台都是幫喀仔拍片 其實沒有在上面做什麼事情 那今天是第一次在上面這樣子 做些擂台上的訓練 今天沒有練很久啦 但是 大家在吃早餐的時候 我有 覺得機會難得 我想要多跑幾趟 我在那邊練習 大概幾個小時前的事情而已吧 我現在我的背部 幹整個超級 要講酸痛也有 疲漏有一點點 因為我這邊 我們剛有一個 夾繩子的動作 我這邊現在也有一點點 瘀青的狀況 哇 真的好玩 我先講那個 跑繩真的好玩 但是 真的好痛 我剛剛有問堂堂 就是這樣子 你在擂台下面看 我在上面跑的時候 覺得動作 很怪嗎 還是幹嘛 他就講說 跟SKY比起來 還是 當然很明顯 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然後再來是 覺得我的動作 我碰到繩子的瞬間 就我轉身的時機點 有一點不太一樣 看起來微怪 但我覺得也沒有太意外啦 畢竟SKY他已經是 也是十幾年的 職業摔角選手了 我這小菜肌而已 會有差異 這很正常 這邊路好窄喔 好危險喔 好啦各位 那今天 就先這樣子 仔熊日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他應該比我會自拔 職業的捏 我自我自拔 他職業軍人 職業自拔 你最大的 好那我多謝 你最大的